數學的頂標就降了三幾分 本今年它的均標甚至只有六 你可以放比較放膽的去選天 不要被去年的一個積分數給約制住 今年我想最大的一個積分變化 其實國文、社會跟自然積分變化不大 倒是有變化最大的就是數學的頂標 就降了三幾分 本今年它的均標甚至只有六 所以我想大家都會拿去年的一個積分 來評估你今年的一個選天時候的一個參考 那我會建議各位考生的話 在數學方面尤其是數學方面 你可以放比較放膽的去選天 不要被去年的一個積分數給約制住 那今年以數學這樣子調的話 我想五十七、五十八都有可能 但是因為這個全國累積人數表還沒有出來 所以沒有辦法做很準確的預估 但是我目前在想五七、五八應該就會有機會 有大家比較傳統想要一亞中一類的一個選天的情況